能污什么果 就他们不娘的话 也建设不了祖国 保卫不了家园啊 贬意思 开玩笑吧 分场合吧 娘就还好 娘炮就不行 怎么样 娘炮就不太好听 我对这个娘炮 这个持用的比较少 我喜欢唱他们老娘们 我先词语 不过就有人说 你这个娘炮 笑她 那我得跟她好好交流交流啦 让她体验一下子 真正的春严呢 那跟着个人看法 我就不打 就这样这样 有可能就是穿女装 但不代表就是娘炮 她说称娘 就是娘娘抢娘娘掉 娘是受人尊重的 她是在家里 为家庭服务 一个家庭全靠娘来支撑 电视上面呢 或者是明星呢 什么一类的 生活中见到的 还是偏少一些 蓝花纸啊 化妆啊 涂口红啊 蓝花红啊 嗯 这样子说话的腔调 有点 气声喜气的 融化温柔呢 不说 我对象喜欢小男狗 喵喵叫你 如果我要是女生 可能我在 十七八上学的时候 我也喜欢小女 娘一点 人是我儿子 说话就挺健 挺萌的 不喜欢 我以往那阳光一点 觉得还挺可爱的 吃饭 哎 就比较娘 她很有担当 就这种人 我觉得反而不能说 我是不太能接受的 直男吗 直男吗 大不大女不女 别特别讨厌 看不出来 因为要得到男孩的话 感觉到应该是高兴的事 结果她变得男不男女 对我们不理解 方江桥 一个人的爱好 人喜欢 一向女高 人也难把女装 那不是 这个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 你没有权干涉 干涉别人 因为全世界各地 不同的性格 我觉得没有问题 每个人都是独立的 如果不成为主流 骑士高还好 不能用骑士的眼光去看看吧 你不能整个社会都排斥他们 你像有的男的 就喜欢化妆 是不 有很多 网上有很多男的那种 美妆博主 那不 那不 你也不能说人家啥 对吗 那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想法 这 你就平常的心情对待就好多 它也不影响我啥 关键是 最主要是对青少年 小孩也会觉得 这就是以这为美 不同时代流行的元素也不一样 喜欢审美肯定是有区别的 我觉得 中国人现在 好像是这种 对美这种感觉 已经很免去了 是正常的 可能过几年之后 会有几个很火的人 又带起了另一种的潮流 有道理 有点道理 或多或少 有一点 我感觉这个不存在的 可能也是些直男挨的人 想出来的吧 身体首把 那误国 我觉得 我不至于这样 他们能误什么国 就他们不娘的话 也建设不了祖国 保卫不了家园 因为如果打仗的话 全是娘放的话 怎么打 我就是当过兵的 我就是当了12年兵 我在不对的时候 也有一种就是 比较性格比较娘的一种 但是 你看我们 我消防 他出国厂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耽误过 他的这个工作 和他的本职 这个任务 都做得非常好 这个其实 不能一个二 虽然外在上看上去 有点娘泡 但是自己的 就是 他们内在当中 还是很具有男子气概的 所以 我觉得 娘泡 误国 有点 说个有点过 说个有点过 你 现在女人 应该也越来越强势了 对吗 现在女人 也比较容易 睹到一面了 过度注重于这种 或崇拜这种 所谓娘的气息的话 可能也会 潜移木化地 影响人的那种内在 外表温柔 外表礼貌 不代表内心 不是强大的 我觉得 误国不误国 跟他们没有关系 只是这种 风 就是风气不是很好 误国的是娘泡吗 我不这么觉得 误国的是娘泡吗 我不这么觉得 误国的是娘泡吗 我不这么觉得 键盘响 键盘响 大家好 今天是2021年的 9月2号 刚才大家看到的 这个长的视频呢 是中国内地的媒体 新京报 在差不多 整整三年之前 就是在2018年的9月 他做了一个 街头的采访 是关于 中国的娱乐圈 和年轻人 这个审美娘泡的问题 还有这个 娘泡误国的问题 因为在当时呢 这个中国的舆论里啊 有一场 关于娘泡文化的争论 而且呢 在中国官媒内部呢 他还出现了 这个非常严重的分歧 当时的 这个二号的官媒 新华社 他是发了一篇评论 叫娘泡之风 休矣 是痛批 所谓的这个 病态审美啊 会在中国 导致不良的社会影响 但是呢 中国这个 头号的官媒 日人民报 马上就发了一个评论 认为这个 你说娘泡 说这个不男不女 这些呢 都是带有贬义的说法 并且呢 他又认为呢 中国社会啊 应该有包容 开放的现代风度 这个呢 就是中国的两大官媒 党媒 在当时的一场互对 也就引发了中国舆论 对这个问题的这个热烈的讨论 所以呢 新京报呢 他在当时呢 就做了一个 刚才大家看到的 这个街头采访 展示了北京的普通民众 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从这个事儿 大家是不是 现在能有一个比较大的感慨 就是即便在三年之前 这个中国社会里 还是比较正常的 然后最近两年 中国的这种加速倒车 是不是真的是开的很快 三年之前 中国最重要的这个官媒之间呢 还可以公开的互相撕 互相的对 就像这个日人民报 虽然狗哥经常说这个日人民报 但是呢 在这几年前 这个日人民报呢 他有时候啊 也会是比较正常的 就像三年前 在娘泡这个问题上 当时这个日人民报 他表现出来的这个价值观呢 就是比较正的 比较符合现代文明价值观的 当时这个日人民报呢 还专门在他的海外版的报纸上 是发了一篇评论 叫多元社会需要包容 最起码呢 他呢 在这个问题上 他呢 表现的还是比较正的 说到这儿呢 狗哥呢 就去查了一下这个 环球时报胡锡进胡叼盘 他当时在这个话题上的发言 因为像这种 在当时舆论里很热门的话题 老胡呢 他肯定是不会缺席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老胡在2018年的9月 他发的关于娘泡问题的微博 他的结论就是这个 如果小鲜肉们的外表 长期与宝宝的娇嫩性情绑定 那么社会拒绝他们占据主流舞台 将他们推向边缘 将是迟早的事 所以呢 这个三年看下来啊 现在呢 大家呢 就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清楚的结论 就是在中国的这个舆论场上 还是这个老胡呢 他最容易赢 这个呢 就是狗哥一直强调了 胡锡进 他呢 才是中国最重要的国师 就是胡锡进跟他的环球时报 在很大程度上 一直指导着中国倒车的方向 今天啊 就是2021年的9月2号 中国政府 中国官方 他对娘泡这个问题呢 是一锤定音啊 大家来看 在今天这个中国政府的国家广电总局 是正式发了一个关于进一步加强文艺节目 及其人员管理的通知 里边的第三条呢 是坚决抵制泛娱乐化啊 他要求呢 要坚定文化自信 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革命文化 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树立节目正确审美导向 严格把握演员和嘉宾选用表演风格 服饰妆容等 坚决杜绝娘泡等畸形审美 这个呢 就是中国官方啊 他对娘泡这个问题呢 是一锤定音了啊 就是要坚决杜绝娘泡啊 这个所谓的畸形审美 所以呢 可不不知道 这个在中国娱乐圈里占主导地位的 这些大量的小线肉明星们 他们从今天起应该怎么办啊 是不是他们从今天开始都必须要开始留胡子 并且呢 要开始练肌肉了 因为他们如果还是保持以前的这个小线肉的形象 那以后肯定是各种电影电视剧呢 都不能演 各种影视啊 这个网络娱乐节目啊 也都不能上了 这个呢 就是中国管理总局 他今天发这个通知的强大威力 就是要对这些小线肉艺人们呢 是一刀切 其实呢 除了正式的这个打鸡娘泡 这个通知 他的其他的内容呢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啊 会导致中国娱乐圈的这个继续的大地震啊 你向这第一 要求呢 坚决抵制 违法失德人员 要求在这个演员和嘉宾选用上呢 要严格把关 有三类人呢 是坚决不能用啊 第一类 这个政治立场不正确 与党和国家离心离德的人员 坚决不能用啊 第二类 违反法律法规 冲击社会公平正义底线的人员 坚决不能用啊 第三类 违反公序良俗 言行失德失范的人员 坚决不用啊 这个呢 狗哥待会呢 会在这个重点讲啊 通知的第二个要求 坚决反对 唯流量论 里边是又提到了这个 要坚决抵制不良的饭圈文化 第三呢 就是这个主要打击 这个娘炮艺人 第四呢 坚决抵制高价片酬 要严肃惩罚演艺圈里的这个阴阳合同 偷逃税行为 第五 切实加强从业人员管理 第六 开展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 最近这些年中国在这个言论表达领域的加速开道车 大家应该感受的是最明显的 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他上台以来 最开始啊 他是不准妄议中央 后来呢 就扩大了这个不准妄议时政 最近呢 又扩大了这个不准妄议财经 不能说这个中国经济不好 现在呢 又扩大了这个不准妄议文艺 连这个娱乐话题呢 在以后呢 都不能随便说话了啊 都必须要开展这个所谓的专业权威的文艺评论 通知下边呢 还有这个第七条 第八条 这个狗哥呢 就不多说了啊 所以呢 这个今天中国广电总局 他这个文件一出 这个演艺圈 娱乐圈 肯定呢 又是一个大地震 其实这个呢 不光是中国内地的演艺圈 包括台湾的 包括香港的 韩国在内的很多的明星 艺人 演艺公司 他们是不是都要很认真的考虑一下对策 以后在中国内地应该怎么去发展 对不对 他们是不是现在呢 都必须要自我审查一下 第一 自己算不算是这个中国政府定义的违法失德人员 第二 自己算不算是这个中国政府定义的娘炮艺人 第三 自己有没有在中国内地签过这个阴阳合同 有没有偷逃税的行为 这个演艺圈 而娱乐圈他们在这三个问题上现在进行自我审查啊 肯定呢 都是必须的 这两天 中国的网络上也出现了一个大名单的照片 里边是列举了很多所谓的这个违法失德艺人 还有一些劣迹的影视作品 大家呢也来看一下 这个呢 它只是一个大名单 它拿手机拍的照片啊 并不完整 很多地方呢 也不是很清楚 大家只能是这个尽量看啊 大家能看到 应该有一个是这个嫖娼酒驾艺人名单 就是以前被媒体报道过的有过嫖娼酒驾行为的这个艺人啊 里边第一个名字呢 是中国导演王全安 他是有过这个嫖娼行为 第二个就是最近又很有名的这个高晓松 中国的网络应该都知道高晓松呢 他是在十年前啊 在2011年 他有过一次酒后驾车行为 当时呢 还导致了这个交通事故 高晓松后边的这个名字呢 看不太清楚啊 是一名歌手 也是有过酒驾行为 下边呢 应该是这个所谓的港独艺人名单 第一个呢 是张静轩 第二个是杜文泽 第三个何韵诗 第四个黄耀明 下边呢 还有很多像这个黄冠忠 余文乐 林熙 黎智英 叶德贤 还有这个一些其他的艺人的狗哥呢 是不太知道啊 最后一个 让狗哥感到比较不可思议的 就是这个导演李安啊 竟然呢 也被认定为是这个涉嫌港独 这儿了这个李安呢 应该就是全世界都知道的 这个台湾导演李安 下边应该是这个所谓的台独艺人名单 第一个就是中国粉红们指控的啊 跟赵薇关系很密切的代理人 第二个呢 是徐若萱 下面呢 还有周紫瑜 九把刀 陈生等等啊 都被认为呢 是涉嫌台独的艺人 照片的这右边呢 还有更多 有一个这个所谓的黑色名单 第一个的名字呢 是这个赵本山 第二个呢 是著名的红色歌手 谭京 第三个是京东的老板刘强东 第四个呢 是万达的老板王健林 后边呢 还有汤灿 钟立波 文章 姚迪 李小璐等等 最后这三个都是这个有婚内出轨行为 或者说是第三者插足的这个演员 下边呢 还有一个劣迹作品名单 第一个呢 就是在中国内地很受欢迎的电视剧闯关东 这个大名单呢 其他部分就没有了啊 这个网络上的照片呢 没有拍到啊 这个大名单 它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就是这个传说中的 中国官方 它定的一个违法施责艺人 和有劣迹的这个影视作品的大名单 是不是中国官方呢 它就要根据这个大名单 进行清理和整顿 狗狗可以确定啊 这个网络上流传的大名单 肯定不是中国政府它制定的 它的应该是中国内地的 某个电视台或者说呢是影视公司 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个什么机构啊 他们在内部汇总的一个名单 用来做自我审查用的 就是这个 既然中国政府呢 它已经是发了正式通知 要从严整治这个演艺圈 要求影视机构这个娱乐圈 要抵制所谓的违法施责艺人 那中国的这些电视台 中国的这些影视机构 这些商业公司就必须要重视 这个大名单呢 狗认为呢 就是某个机构啊 它是汇总了最近这十几年 被媒体报道过的啊 或者说呢是传说中呢 有过这个所谓违法不当行为的 这些个艺人明星 包括那些个婚内出轨的劈腿的 以后呢 他们就要根据这个大名单呢 来决定 要不要再跟这些艺人们合作 这个大名单呢 它呢应该呢 就是这个兴趣 但是呢 狗哥也认为 虽然这个大名单 它不是官方制定的 那在这个名单上呢 这些个大部分的艺人 明星 他们在以后 在中国的工作呢 肯定呢 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 甚至说呢 呃 会被完全封杀 因为这个中国官方啊 也不管是广电总局 还是网信办 还是中宣部 他们呢 也不会说正式制定一个大名单 详细的命令 要封杀哪些艺人啊 像中国这样的极权政府呢 它主要的管控方式呢 其实呢 是让所有的人 进行自我审查 极权社会里的所有人 所有的机构 按照极权政府的要求 进行自我审查 这个呢 其实才是一个极权社会啊 它持续存在的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所有人 所有的机构 大家都屈从于这个极权政府的压力 然后呢 配合极权政府去作恶 这个呢 是最可怕的 中国政府 它为什么持续要针对这个娱乐圈出手 今天呢 又正式对准那个娘炮来开炮 其实狗哥在前几天的这个影片里 已经讲过了啊 就大家呢 只要从中国老干部的这种思维 去考虑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能明白了 今天影片开头的这个街头采访的视频 大家呢也都看到了 强烈反对娘炮的 大多数呢 都是中国的这个老年人 50多岁 60岁 往上的人 对这个问题呢 中国的年轻人相对来说呢 要包容的多 不要追星 不要娘炮 不要男不男女不女 不要这个整天打游戏 要多生孩子 是不是中国绝大多数的老年人都会这么说啊 关于这个娘炮 狗哥呢要再多说两句啊 第一呢 这个呢可能是自古以来中国文化里 或者说呢是这个儒家文化里啊 自古以来他就存在了一个特点 就是他呢是更欣赏这种阴柔之美 他不欣赏阳刚之美啊 你比如说在这个三国演义里 中国人呢都更喜欢更推崇像诸葛亮这样的书生啊 更喜欢像赵云像周瑜这种所谓的儒匠小白脸啊 对不对啊不会更喜欢这个猛张飞对不对 在这个水火乱里 中国人呢会更喜欢像小李广花容这样啊 不会更喜欢这个黑李奎对不对 狗哥认为呢这个呢就是中国自古以来 他存在了一种传统文化 甚至说你整个这个东亚儒家文化圈 他都是这样的啊 这个呢跟欧美文化呀 他可能是正好相反的 这个呢狗哥就点到为止啊 今天呢就不详细说了啊 第二个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政府 中国最高领导人 他们呢显然是想改变中国自古以来 又存在的这种优秀的传统文化 比如说前两天刷屏的那篇文革雄文 每个人都能感受到一场深刻的变革正在进行 他这里边呢就明确的喊 中国需要红色回归 需要英雄回归 需要血性回归 要建设健康阳刚强悍的文化 但是呢狗哥要说啊 在这个中国集权的环境里啊 中国政府呢 他是越来越强大的全方位管控中国社会 甚至说呢是民众的这个私生活 他把这所有的方面都管的是越来越死 他要求民众呢是必须要听政府的话 那在这种非常压制要求民众顺从的环境里 你呢还同时要求民众呢不要当娘炮 要有血性 要阳刚 要强悍 怎么可能对不对 你把这个民众都阉割成太监了 然后呢你要求太监要阳刚 要强悍 这是不是扯瞎蛋 对不对 好了 今天这个影片呢就聊这么多啊 非常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 咱们下一次再见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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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